韓國是被霸凌啊 是啊 就被異弄啊 但是以朱立倫的離擾風格 他現在這樣的布局有沒有 他是不會改 他不願意要改的啦 他就是要大家抱在一起一起去選了啦 國民黨團結是輸定啊 國民黨要的是改革 不是團結 假設韓市長是在這種 Social的場合這樣子勉強做 那總不能說我不要喔 對啊 我不要參加喔 可能是講說好啊 我們再聯絡嘛 保持聯絡 因為社會輸本來就是這樣啦 難道一刀兩端 我不吃了我要走了 不可能嘛 都約好吃飯了 而且大家就過年前嘛 要自己去選 我是如果單身廣獎是對的 我是建議韓市長就趕快 臉書寫一寫 那你也應該退出啦 不是說剛剛陽明講說 到時候要鞠躬道歉什麼 不是那個意思啦 是說如果說 因為我相信韓市長 對國民黨的所有 你參選的 包括紫折雄凶在內 他一定都是祝福啦 但是如果是這種 中央選舉提名 這種是大堆頭的 一堆副主席 包括連現任的 侯友宜跟盧市長都在的話 我覺得 我認為韓市長是不適合參加的 是啊 他應該他要參加還是在這裡啊 那個也不適合參加 對不適合這樣 我也認為不適合 因為我的前見是 我認為這個韓市長 你如果照單港說 你對黨最大的幫助 不是去交那些新人 因為新人不用交啊 那些新人沒有三兩三 他也不敢出來選啦 你看這樣我那天 紫折雄我跟你講 我那天因為我跟滿志剛同臺 我很心疼 滿志剛幹了15年的助理 我嚇一跳 你知道嗎 當了15年的助理 他當多久 紫折雄你當幾年 比我還淺一點點 你當了幾年助理 應該16、17年了 你看 可是如果你在民進黨 早就當立委啦 我的同學都已經 對 在民進黨當了 對 對嘛 你看 我跟你講 所以像紫折雄跟滿志剛 例子告訴大家 年輕人要從政呢 絕對不要加入國民黨 韓國瑜是被霸凌啊 是啊就被硬弄啊 那我覺得你講的比較有可能啊 我覺得是 因為你這樣怎麼推 我都不太看 因為 照韓市長之前接受各種 他已經不選了 他應該是要 淡出這個圈子才對啦 怎麼會說 你叫我去當個什麼 莫名其妙 這就是我們台語說 有講不太 老婆要報的 這種吃力不討 所以他幹嘛去做那個 他等於是去幫朱立倫背書啦 沒有意義嘛 我補充一點點就好 我覺得市長在第一時間 就今天的狀況下沒有 哪一個市長 這裡面有一狗票市長 我說韓市長 韓市長 我說韓市長 在第一時間沒有遲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我認為他會幫忙 這個所謂的 我大概知道他的聲明 他如果發聲明 他會發什麼啦 他會發感謝朱主席 但本人如何如何如何 不過在國民黨權上面 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幹嘛 你都幫他寫好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推測應該 遲的機率應該不大 推遲的機率 我認為啦 我會說如果他要晚去 他應該今天第一時間 他不需要等到明天 等到後天再去遲 我覺得這個有點怪 第二個就是說 我看一下搞不定已經遲了 沒有沒有 手機飛出去 沒有沒有 剛剛我看韓市長的臉書 還沒還沒 還沒 這個效果做得很好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說真的 就是剛剛的單身感 特別講到就是說 是不是在那個參會上 你冒性的 他可能口頭上說 好啊 百名是這樣啦 是啦 但是我要說就是說 剛剛韓仁哥特別說 社會輸是怎樣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體貼一點 做得細膩一點就是什麼 你一定會再一次的確認 再分一次嘛 就是說 市長上次參會你還記得吧 這次我們這個提名委員會 拜託你 幫我們加齊一下 幫我們這個選舉 這一次一個忙等等 就是說你一定會在做 確認這個動作啦 所以說如果沒有做的話 你就會造成現在大家的疑慮 那再來我要講說 剛剛大家很多這個陰謀論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假設是這麼陰謀 那也是很蠢的陰謀 因為我要講就是說 即便你今天把這些市長 其他幾個市長一起弄進來 然後呢在造成這個結果 是要讓他們被罵 說你看你不團結不合作 所以你看現在都要 都要跳船不接這個位置 但我要講就是說 那對於主事者有什麼好處 我真的覺得陰謀論的成分高 對不起我不是要傷害國民黨 我已經我開中明明告訴大家了 不要因為這樣就憂慮 沒什麼好憂慮的啦 我告訴你2022選戰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各自選各自的啦 真的啦 尤其是這幾位他們真的靠自己啦 我覺得大家真的把目光放在南部啦 南部如果真的能夠有戰將 我也要先說喔 不要有錯誤期待說 又有什麼寒流不會 他們真的很難贏 也幾乎不可能贏 我講得很白 儘管聽說我們那麼熟 在南部尤其是高雄 幾乎是不可能 屏東就不可能贏 必須要有人下去 我昨天也說了 這個很現實很殘忍 他們下去就是吸泡火 你有沒有看到我打仗 會有一群精銳技兵先衝出去 哇技兵來了 然後一小隊最厲害的衝出去 然後把敵人帶開 中路大開以後 老弱殘兵就衝進去了 他們就是那些人 必須要有人做這件事情 這一定的 這些人就是能戰 敢戰 有能量 有戰力 但很難贏 可是必須他們要出來 北部中部 你想把桃園贏回來嗎 你想把台北贏回來嗎 你想把基隆 你想把新竹市贏回來 你想守住宜蘭嗎 那就必須要有這些人 國民黨團結 國民黨團結是一定輸的 你聽不懂的你要去思考 國民黨團結是一定輸的 我聽懂的 國民黨團結是輸定的 國民黨要的是改革 不是團結 每天你團結是你團什麼意思 國民黨是輸定的 你還有時間 但是以朱立倫的領導風格 他現在這樣的布局有沒有 他是不會改 他不一定要改的啦 他就是要大家抱在一起 一起去選的啦 他就是要這樣的選法的 但是如同我在四大公投前 我之前在單身廣節目跟大家講的 這句話很多網友幫我按讚 但是這個話我也沒什麼好高興的 我說國家隊沒有輸過 對啦 只要真的動起來 國家隊沒有輸過 對 一路撵過去到現在沒有輸過 陳柏惟那一次不算 他沒出動 國家隊沒輸過 王浩宇也不算 因為國家隊根本沒動 今天大家對主席有些 有的人對他有餘利 我是不會啦 但是我認為說他現在 真的要帶動 這就是改 就是說我說結構性以外的改革之一 就我意下親徵嘛 我說為什麼民進黨的主席 他可以到新北去選 到台北去選 一樣嘛 如果國民黨的主席 也到高雄台南來選 那就是整個氣勢會帶上來 而且這就是戰略拉高了 戰略拉高整個氣勢上來 那我跟你講民進黨都會頭痛 而且其他14個縣市長 現在現任的 他們在 我跟你講中央有行政資源 地方執政的也有行政資源 一樣都有執政優勢 那這種執政優勢 如果你沒有善用 然後你hold不住 換聯不起來 那就糟蹋了 那糟蹋了 你就無情當中 會再多掉一至兩個縣市 其實選舉 以前的選舉我們很簡單 選台南看台南 選高雄看高雄不對的 選擔就是全面性的22個縣市 你要做整體考量整體布局 所以我才會說 我是已經拍戲沒拿了 不用再說了 那如果假如今天 主席說他要預價清徵台南 我還能監嗎 因為明顯在戰略上 就是比你 比我出來參選的戰略更高嘛 什麼都要錢啊 那你要去你的文宣品什麼發散 一個市長 最便宜啊 就打我像我這種選舉啊 那怕那你要花到最 我已經算好了 我高升我裡面開會 我告訴你 最少七千萬到八千萬 七八千萬就對了 那你要